新北市最亲民门牌 总价千万买双捷运站新两房 凤鸣重划区永捷运三英县 台铁凤鸣零食站等交通力多 近两年平均成交单价约24万 放眼双北重划区中 堪称是最亲民的新北市门牌 富民重划区为民间自办重划区 开发总面积50.74公顷 位于新北市英歌区 近桃园龟山工业区 生活圈范围涵盖樱桃鹰路 桃鹰路永河街 大湖路凤吉一街等路段 区域交通机能主要仰赖5分钟车程的 国道2号大南交流道 未来将有捷运三英线LB12 樱桃福德站 以及台铁地下化的台铁凤鸣零食站 交通机能将大跃进 交通的部分基本上 我们就是以未来的捷运 跟台铁零食站为主 两年内都会陆续完工 主要是依靠国道2号 作为交通上的主舟 国道1跟国道3号都非常方便 根据地震单位统计 凤鸣重化区近两年房市交易量占 英歌区32.2% 屋邻五年内新城屋平均成交单价为24.3万元 购族年纪30至40岁 占比43.3%最多 主力产品类型为37至41平的三房 显然平时房价加上交通愿景 让凤鸣重化区成为近期房市热区 重化区小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发展的支撑 它会比较短 所以我们在短期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重化区 它的发展跟生活技能的一个呈现 凤鸣重化区呢 它目前是属于在开发初期的 那目前虽然说是区内没有生活技能 但是如果要生活财满的话 就要到这个附近的旧市区去的话 才能满足日常的数区 区域新岸两房含车为千万以内 首购族就能轻松成家 三房产品则多是换屋族购买 大部分房新建案价格都在二字头 也因为价格比较亲密 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呢 蛮多大台北的新一名跑到这里买房子 目前呢这个凤鸣重化区里面的价格 已经明显上涨 有了建案甚至要买到接近三字头 目前桃园周早跟新北市来说的话 你要找到二字头的房价 其实已经非常稀少了 好所以我们这间还蛮多北客来买我们这边 这个地方 飞的岸两个多需求好大于东西 区域指标岸森林Live现有森药森木两岸 前者进台铁凤鸣站 后者进桃英路救市区 将是消费者选择 偏交通还是生活裁买机能 两房是钢心需求 但是三方的客户也是非常多 所以像森林Live的部分 他们三方的话也区化的差不多了 你这个50坪的产品开价赏免费 目前我们含一个车位约在以前五 至于另一案 森林之王两房销售完毕 目前仅剩50坪的三加一房 在区域内为独特平数的房型规划 深受换屋族青睐 森林之王的话算是中小型的 住户比较单纯298 而区域森林所推荷案 多可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入住